好 另外来看看中国庞大的远洋渔队呢 正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不少的警戒 其中还包括了有些渔船呢 越界到别国的海域去过度捕捞 而其中有一些船更被指控是 刻意把追踪系统改掉 改名字或关掉来躲避侦测 而包括了南美秘鲁跟阿根廷 到西非跟邻近的日本跟南韩 都传出有受害 海平面一整排灯光 全是中国渔船 为了捕捞犹豫 大老远出征南美洲 中国渔船非法滥捕成了海上二霸 阿根廷海巡船甚至不惜 开墙贺足 光是闯进秘鲁的中国船队 每年就非法捞走五万吨鱿鱼 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 渔船必须全天候 开启全球船舶追踪系统 以锁定位置 但中国渔船却常年武士公约 亲门踏户 可以关掉通讯系统躲避雷达 为了渔目混珠 甚至会冒充假扮他国 就有外媒发现 中国渔船在驶入非洲加纳时 居然悄悄降下五星旗 改挂上加纳的旗帜 根据调查 中国已成为过度捕捞的第一大国 全球海洋资源约两成 全尽了中国渔望 从统计地图来看 中国远洋渔队足迹片及各海域 可谓全世界都成了中国渔船 中国远洋渔队仗着实力庞大 掀起海上角力新战场 也让各国忌惮防不胜防 赛利新闻金属会报道